好了,那回到這裏 我想拖得車有些事情又搞錯了 一定要先說清楚 他說他前夫老爺賣米線是錯的 這個是錯的 他現在的老公的老爺 就是賣米線 他前夫的老爺就不是賣米線 這個一定要說清楚 有些人都搞到亂了,我看到有些人說 這件事其實很慘 為什麼第三節都要說這個呢? 因為有些人說一些不正確的訊息出來 沒辦法,一定要說清楚 你說什麼兒子不行,我告訴你一定不會 他現在整件事都賣給日本人了 兩家淡仔,三哥也好,淡仔米線也好 他們賣給日本人了,現在是歸院製麵 所以你說他會不會不行,我告訴你 他不會不行 因為現在淡仔是開到日本的 其實就是 日本人吃不吃 其實這些 怎麼說呢?你吃得多拉麵 你也想吃其他東西的 老實說 他們當然會吃其他地方的東西 是吧 如果你說 他是不是很不行 我就可以很肯定地說 淡仔一家就不會不行 他前夫是姓曠 你也要記住 你也要記住 淡仔 真的是姓譚 他的家人 你要知道 但是 這個阿姐 他就很照顧他前夫 一家人 其實就 因為 這個也要說很多次 有些人不知道 再細節再說 他前夫的哥哥 就是做他司機的 其實就是這樣 現在就說清楚了 那 那 那 空威斯就說 受到淡仔衝擊 最大的就是 大家吃 可以做的事情類似 口味風格是類似 其實是相似的 那 那 大家吃他們的舖位 其實就沒有那麼好位置 那 那 那 施租 也說 澳洲開了淡仔 那 他們是現在全世界都開的 其實就是 那 那 那 已經是以正視聽了 拖車又搞錯了 以正視聽就說清楚了 Terry Chan 拉麵本身都是中國野米線 為什麼日本人不接受 他們也要調教口味 日本人吃的食物沒那麼辣 他們通常吃的甜口一點 他們是會調教過的 Chu Sir 又說 淡仔在哪裡 我不知道 對不起 淡仔在澳洲 我不知道 我剛才一開始已經說了 我不是很喜歡淡仔 我和我的朋友在香港當然有去吃 但是你說是否好吃到可以經常去 像飯堂一樣去呢 有些人真的當作是飯堂 就像淡仔 吃淡仔 我真的沒有辦法接受的 為什麼呢 因為 那些東西其實 說真的 很麻煩 我寧願去吃碗雲吞麵 我也說回自己的個人趣態 但是我吃碗雲吞麵好過 說真的 你說我是老土也好 什麼也好 因為我經常都覺得一件事 就是米線 這是下價的東西 不好意思 我不想得罪人 我也要說一下 米線 下價也不得了 在家裡弄過來吃就差不多 但是 你說出街吃米線 我覺得就很老土了 真是不好意思 我真的不想說 關了一些就說太多微精受不了 他們是多微精的 其實我 對上一次去吃都覺得 不過是幾年前 都是 一般 你說那個肚肥雞也可以嗎? 那肚肥雞也可以的 但是 就是這麼說 自己弄也弄得 我自己弄也弄得 就是我的肚肥雞去吃的 老實說 那麼 就是 Paul Chen就說 坦仔一早賣了一本給 軟歸 我記錯了 我剛才又說錯了 那次我記了是歸圓 原來是軟歸 我忘記了是歸圓還是軟歸 忘記了 總之就是 軟歸是對的 我搞錯了 我記錯了是歸圓 所以 有時候我記的東西都會記錯的 不好意思 又更正了 是歸圓製麵 這樣 那麼 有什麼吃吃個人口味而已 好不好吃各有各的感覺 我就覺得是 下價東西 為什麼我說是下價東西 它的用料是 說真的 很普通 說真的 譬如你去吃碗魚蛋飯 其實跟它那些差不多 它 就是米線 你說我不應該這樣說 但是 其實有很多 網友都是有同樣的看法 就是又貴又麻麻 其實就是 為什麼說它是 下價東西呢 它的成本是很便宜的 但是它 mark up的價碼是很高的 那它 是創出一條血路的 但是 你說 是不是 好吃 那麼 我就不行 我就覺得不行了 Camp St. Louis就說正宗的雲南米線 是高檔東西來的 是正宗的就是 譬如 那個 湯底真的是 煲得很漂亮的 然後上面有一層油的 就是那些果橋米線的 那些 還要殺馬肉的那些 那些當然是高檔 但是坦仔不是 你明白嗎 就是 老實說 它是 成功的 商業上當然是成功的 就是將一些 下價東西賣到貴的 那它當然是成功的 是不是 是不是 那麼 拖得車就是 我真的看著它兩兄弟在永龍街發達 其實就是這樣的 你做飲食要發達 其實就 通常都是這樣 就是它 找到這條路 就是 成本低的東西可以賣得貴 mark up是夠 它可以一間變兩間 兩間變四間 四間變八間 那它就 做得起了 其實就是 那麼 好了 空偉師說 現在的老公也有責任 怎麼可以讓她的前夫家那麼多來往呢 就是這樣說 我不知道 她的老公是怎樣 不過 她的老公我覺得是一個好人 對這些事情都是很包容 還有 說真的 她的老公肯定會照顧 還有她 太太和前夫生的小朋友 你說 老公有責任呢 老實實 我是沒有辦法同意的 為什麼說沒有辦法同意呢 就是 老公應該盡的責任都做了 發生這些意外 她都不想的 老實說 我的看法就是這樣 那 拖得車就說 當年他們賣十幾元一碗 套餐呢 由25元吃到 差不多現在60元 其實 60元都 五、六十元很久了 幾年前他們都四、五十元了 其實就是 MHA 0030就說 很多學生去吃 可能因為夠大碗 他們有他們的做法 這框框又是外屋及烏 我覺得 她現在的老公 她也很慘 老婆這樣死了 你就說她有責任 我 沒辦法同意 不好意思 她現在的老公是好人 大方 亦都包容 這個 沒辦法 我覺得 不需要 太過 說為什麼會發生這些事 現在發生了就發生了 都找不到為什麼 為什麼是要警察去查的 警察也未必查得到 他們一家人夾了口供 什麼都不說 找一個人出來 撐了 一個人出來撐了 就是 說是呀 是我抓他去的 然後我是用電鋸 我是嚇他的 那麼 他已經 嚇他然後我不小心弄死他 老實說 就是 他已經可以把 謀殺說到是誤殺 老實說 有些事情 不知道他是不是特意這樣做 我也不敢說 好了 喇 Wang Yock Lee 說不關他老公的事 不過是前夫整家都很恐怖 太空殘 他們有他們的操作 又再說 有人說了一些不正確的資訊 當然要說正確的資訊 對嗎 Yan Chen 說 後日和同事回大陸東門吃街頭小食和木薯粉又便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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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所以不要說了 有時候 說真的 有責任 可能 一起的時候 都知道的 都知道他 有前夫又有小朋友 人喜歡就 沒得說的 就是我覺得 有些人當然會很喜歡 沒問題的 就是我覺得 感情的事情是很難評論的 就是這些 那麼 那麼 就是 强盛就說張宏布是那個煲湯 那就是這樣說 煲湯那裏其實 真的有些變態 但是 究竟為什麼會這樣做 這些我們外人不知道 外人不知道 說真的 他可能是 打算當作 一個處理屍體的方法 可能是這樣的 還有他可能 我不是要幫他辯護 但是他真的可能沒有想過 會意外殺了人 就是 其實你想想 就是你殺了一個人 搞到 那麼嚴重 你有什麼好處 就是 我也要從一個 就是 賊的角度去想 這件事 我不是說他整家是賊的 但大致上也很像 就是 如果有棵搖前樹在這裏 你 你當然 慢慢搖著搖著 就是 等錢不斷掉下來 你有什麼必要 跳到前樹 斬了他 是沒有必要的 對不對 你說煲湯是有目的 那我就處理 那個屍體 其實我沒有那麼容易 其實就 是不是 那Mandy Lung就說 最不明白是 死者為何要請錢大伯做司機 雖然不需要老死不傷往來 但是起碼 距離都應該有 那我想問一下 就是 他 這位阿姐 你說他出來 社會經驗是不是很舊呢 我也不敢說 就是 他們有他們的做法 我只能夠說 就是 有些事情 不知道 今天拖得車說 這個情形和正義回朗 劇情差不多 我也不知道 我沒有看過正義回朗 這個我是沒有看過的 好了 那 講到這裏就算了 你說 Wen Giorg Li 就慘過澳門的八仙飯店 澳門八仙飯店都是謀財的 那件事 是不是 小南就說精心策劃是沒有心 不是說 他精心策劃是整個局出來 他殺人是不是有必要 你自己想想他也沒有必要殺人 如果你是純粹跟錢關閣有關 殺了那個人 根本你就拿不到錢 是不是 你想想 是不是 就是 你要去到殺人的那一步 其實中間應該是有些事情出錯了 那 Sam Trey就說 二十幾三十年前 深水埗雲南過橋米線是排隊吃的 那時候 過橋米線是湯米線 食材是分開上自己再放下湯 現在那些過橋米線是煮好出來的 那我不知道 現在跟以前 都很少吃 好了說到這裡就算了 那麼 休息一會 回來我再說其他話題 因為這個話題 不是 重要話題 休息一會 就是 那些水埗雲南過橋米線是排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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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